大家好,我是福来 今天分享的是一碗牛肉粉 好不好吃就在于它的汤底了 当然选用的牛肉也是很简积的 今天用到的这个叫牛花酱 每一头成年的黄牛 也只能选出两斤左右这样品质的牛肉 新鲜馅切出来的味道更清甜 稍后做一个简单的腌制就可以了 选用的辅料有试用式 先用开水烫一遍 再把表皮剥掉 然后把它切丁 煮鸡的时候 它的味道就会更快速的释放出来 腌制牛肉的时候 给它加入少许的姜细 酱油、盐糖 再把它抓拌均匀 这种煎鸡肉在煮鸡的时候 时间不需要很长 只要它的颜色变白 卷起来的时候即可起锅 成菜时出来的口感是爽口的 很有层气感 加入生粉抓拌均匀了以后 再给它淋入适量的花生油 不单是蒸香 还可以锁住整片牛肉的水分 关键的料机 来个闪亮登场 这两碗就是红白酸汤 这是经过长时间的发酵 所形成的来自贵州的风味 先把蒜米放到锅里面 煸炒出香味 同时再把切好的西红柿 放到锅里面一起同炒 一定要把西红柿炒至它起砂了以后 再倒入红白酸汤 经过炒至后 让整个酸汤的味道再次激发出来 这是一个相当开胃的汤底 再给它加入500克的清水 先把它煮开 煮至出味 酸汤本身是带有一定咸味的 所以在调味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煮至出味后 再加入切好的牛肉 这个时间就要把握好了 控制在一分钟以内 今天的这个粉 我就不放到里面一起同煮了 就用它的盐汤烫一下 可以保留河粉原有的韧性 最后再把汤底和牛肉淋在上面 一道牛肉酸汤粉就继续完成 好不好吃 品尝过了才知道 这个的方法是很简单的 关键的是在这一款酸汤 酸酸的非常开胃 有喜欢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